如何看英姆一招解决土星 要知道陆飞是费了半天劲都打不了土星的 实力差距真的会这么大吗 陆飞以后要怎么打英姆 实力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首先陆飞打土星 包括熊打土星破防是很容易的 土星的这个攻击力也不错 把王色也很强 但是熊跟陆飞都可以轻松的破防水星 他拿的点是不死不灭 那英姆是怎么能一招解决土星呢 其实我之前几期已经胡说解释过了 我老星这几个人本来可能就是出卖灵魂 来成为英姆的傀儡 以获得不死不灭的力量 那英姆解决五老星很简单 收回自己的力量 都不用打五老星 那那个五老星 尤其是已经活了几百年的那个五老星 直接就会老死 变成白骨 就这么简单 英姆只是收回自己的力量 不用出舟来打 实质上乔一波一的霸气 当时打中每一个五老星的时候 原在马里球岸的英姆自己反而跪下了 证明五老星这几个人 本来就带有着他的力量 那乔一波一让英姆跪下这一点 其实已经给陆飞 怎么打英姆的答案了 就是至高无上的霸气 当陆飞的霸王色强到一定程度 当陆飞的霸气 真正到达顶级顶尖的时候 英姆是可以打的 管他是不是所谓的世界之王